天呐 我整个一整个大傻眼 这个是我 啊啊啊啊啊啊 台湾独有的对不对 看到香港我走不动的 第一次看到 台湾有趣的地方太多了 台湾的美好 我来台湾生活以后 跟我在大陆的生活 心态完全不一样 在台湾它有一种魔力 这个就是台湾的好 无人能敌 我们也就 哈喽大家好我是档档 今天好鲜啊 一开机就被自己美貌没到 现在档囊是在自己的家里 可是今天的视频不是在家里 我怎么觉得我来台湾变美了 有没有 跟我早期的视频相比 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 嗨 今天穿的这么鲜 是要干嘛呢 好了 这里可以看到档档今天的穿搭 穿的这么好看 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是美美的台湾媳妇 我要出门了 但我在家待了很久 然后我就一个人 越想越觉得 一个人在家还是有点闷闷的 然后我就想说 我不是最爱的就是 一个人开车趴趴躁吗 趴趴躁就是阿党我的代名词 今天出去有点焦虑 你们知道淡水的周末 非常的可怕 我就觉得 其实台湾人在周末不上班的时候 有假期的时候 很像信义呀中山呀东区呀 各大夜市 平时下了班也是可以去的 不用特意的到不用上班的周末去 可是淡水 都是你要稍微攒一点点时间 然后天气好一点 所以碰到天气特别好的周末 我就想到要出淡水 我就觉得很恐慌 许子雅还说 你不是北韩都拍过很多次了吗 可是怎么办呢 台湾的美好就是你去再多遍你都不腻 在大陆的时候比较有名的景点 我去一次我可能不会再去第二次了 或者说我去一次 我要很久很久才想到第二次 可是在台湾 台湾它很小 可是它就是一种小而今的美 哪怕一个北韩 我可能天天去天天去 每天看海我都会看不腻 我今天在纠结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是上山呢还是下海呢 我就发现 你想要上山你想要下海 基本上开车一个小时内绝对可以到达 这个就是台湾的好便利性 没办法无人能敌 好啦那我就出来了 今天穿的是裙子 想说去海边嘛 去海边为什么一定要穿裙呢 不知道 好啦出门 新品新品 Seven的新品 想到楼下想说去北韩 万一塞车怎么办 得把水杯好 然后我一来Seven 发现Seven上了一个新品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我等一下帮大家喝喝看 好成枝气泡咖啡 买的时候我还觉得挺贵的呢 你们刚看到价格了吗 一杯85 85在Seven算贵的吧 结果它做出来以后是这种超大杯的 就是你看跟我脸一样长 然后它是加了成橙汁 又是含鲜味的橙汁 就是比较纯嘛 所以这个价格应该还可以啊 还算OKOK 比星巴克便宜 挺像是西里的 这什么情况啊 越走越黑耶 一大片乌云的来了 我出门的时候还挺帅的呢 看啊旁边是阳光吧 这前方是一片乌云 海边的天气真的是小孩子的脸呀 说变就变 我刚过来的时候 那三家全部都在排队耶 这一路卖肉粽的超级多 肉粽觉得是台湾一个很有代表性的 虽然大陆的南方也吃 但是台湾的肉粽 那个味道追绝子 就是我这种不爱吃 我只吃甜粽子的人都觉得很好吃 刚路过什么 刘家国家红家 不止不止 我又看到什么 陈家菜家 什么时候你们看到有党家出现的时候 绝对不是卖肉粽的 是卖肉夹馍的 哈哈哈 台湾卖肉粽卖出了一本百家姓 哈哈哈 才发现原来快要短午了 当当到啦 诶我不是去这个圣案公的 我也不是去这个河农二厂的 我是去这个 石门洞 看看台湾人会享受的程度啊 这种大乌云天 在停车场的客马 而且这是一个小景点诶 猫要激动 这今天我没有来过 我们看一下停车多难 这些都是在找车位的 找车位啊 他们就在绕圈圈找车位 咦 我停进来了 哈哈哈 lucky go就是我 我要下车啊 短短的发型可能不保了啊 大家就错过看吧 啊 这个景点怪不得这么多人喜欢看 我现在这部停车场嘛 然后我看很多人都往那边走 在那边还有个门洞 就是大家如果搜石门洞 它就是这个景点的代表形状 可是我竟然发现了 大家都下去那个海边玩了 超美啊 我就说那边怎么有个梯子 看那里有一个梯子 我想说那边一定有什么什么命径 我先是看到这几个杆子 然后再往下一看 哦 原来大家都在下面 哇 哎呦妈呀 那边那么多的人 我得换个发型 我听你们给我推荐过贝壳庙 是的吧 你们让我来贝壳庙 不会就是那个庙吧 可是哪里啊 我不会乌打乌撞 来了一个你们推荐我的地方吧 嗯 有烤箱厂 烤箱厂 没得钱 就拿钱 然后我第一次看见这个 好特别哦 在买箱房子里 它在这个盒子里养着 哎 这是第一堆卸法 不好意思啊一根 一根香肠 对多少 稍微等一下好 好哦 好哦 这个什么啊 好好 这个是什么啊 土了土了 我竟然第一次看到开蛋猪汽水 这个就是蛋猪汽水啊 啊啊啊啊啊啊 来台湾这么久还没喝过 更没有看我那边开还挺有趣的 党党是知道每一个餐厅都会标明那个猪肉的来源嘛 可是我没有想到就是 这样子的小摊子 它也一定会标明那个猪肉的来源 这就是台湾管理的那个严谨性 哈哈 看到香肠我走不动的党党 好了很烫哦 谢谢 因为我想要蒜头 蒜头那边自己拿 好的好的谢谢 看蒜头 哇这里卖的东西都好台湾啊 把石花洞了 等一下再回来这个海边 我要先去远处那个石门洞的那个洞那里 他要离这个停车场 要稍微再走一下下 对就是那里 啊今天就是天不太好 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呢 我发现我来台湾生活以后 跟我在大陆的生活 心态完全不一样 就有一种天翻地覆的不变化 尤其是心态上 像党党现在 我很常就是一个人出来拍拍照嘛 那我就觉得 诶可能本来想说 如果那天是一个好天该多好 可是我每一次 包括有一次跟妈妈去骑那个铁道自行车 诶那天的天 就是应该我们以为没有一个人去骑脚踏车 因为就狂风暴雨 可是我跟妈妈骑的超开心 就是在台湾它有一种魔力 你的心态会接受一切的事情 包括你逛景点的时候 你会接受一切的天气 这些不重要 就是好天气的话 它可能是锦上添花 但是这种天气你就会觉得 诶那不晒也很好啊 而且你的心会感受在 你来这个景点的感受 而不是说天气好了 我可能就会 我就好 我心情就好 天气不好我心情就不好 跟那个没有关系 你会充分地享受在这个环境当中 到了 说着说着走着点就到了 好 石门洞 看天气有什么关系 天不然有什么关系 就是开心就对了 这个石门洞 哇 看到了特别的宠物 它们俩不需要欸 等一下是从这个楼梯上去哦 那这个妈妈可能有点困难 欸不对 她做了手术以后 可以来这里泡泡澡 好 我也要上去看一下 哦 这个楼梯有够抖欸 人家都是逛完了 要走的时候 才会买什么香肠啊 冰淇淋啊 我现在刚来还没有 还没有逛就要吃香肠 哦 台湾香肠 永远哪一家你都不会踩坑 每一家都好吃 嗯 太难了 在一个手上拿这个 太搞笑了吧 这样 哇 一览中山少的感觉 你们说哈 其实这种海景 其实比不上可能很多地方 比不上美国啊 比不上欧洲啊 可是 我觉得台湾就很会享受在 那一份 自己带给自己的快乐之转 啊 看你吃都是 欸很奇怪欸 我第一次来这个景点欸 啊我这里原来离那里那么近啊 那个 上次党囊跟妈妈去拍影片 还有问大家那个球 哦我现在知道了 我现在知道了 左上 右上 我就想说这个石门洞肯定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果不其然 它经过了百万年时间欸 天然奇景 哇哦 诶 诶不对耶 这里面那沙子 为什么 不是沙子都是贝壳 啊 天呐 你抓起来都是贝壳欸 怪不得这附近有个什么贝壳庙 好神奇啊 我第一次看到 我看 看过沙滩嘛 就是 纯沙子的 然后也看过七星潭那种纯石头的 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个贝壳沙滩 哇这真的太神奇了 都是贝壳欸 哇这里面呢 你看都是贝壳 那就是珊瑚 哇 这个踩的都是贝壳欸 感到像是在海边 我自己有摔一个狗翅石 好危险啊 我就是这里都喝过了 看那个黑黑的 就是上次我喝了巴 所以我 真的一个人喝 我害怕 妈呀 又想玩又害怕 哇 看我脚上都是贝壳 都不是沙子 是贝壳欸 太神奇了 台湾有趣的地方太多了 真的没想到 我从来不知道有沙滩 全部都是贝壳的 你看所以它是那种 黄黄白白的颜色 这里不错欸 下次可以跟老公再来一次 坐在这里的 我已经觉得很绝了 还有直接坐在那个 海里的石头上的 等到上车了 打开这个咖啡一看 哦里面真的有那个纤维欸 登登 去了北海岸 怎么可以不吃 不吃这个烤玉米呢 这个已经红了 大家都去买玉米吗 看看看看 是来买玉米的 为啥大家都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是当当第一次来买这家超有迷的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得 叫什么来着 芝味香烤玉米 来买最阵仗 哇 这个景色 呃软的 还是软 还是软 不是我要Q的 再软一点的 玉米不大哦 先跟你讲一下 好的 好的 你的97 好的 哇 鱼来咯 好谢谢 好哦 他每一个人都会问你吃没吃过 但是他刚问我的是国语 然后问那个男生的是台语 所以我看起来就像不会讲台语的人对吧 很多好车 名车好车都来买 芝味香玉米 哇 这个阿姨问打电话的 所以还可以打电话来预订吗 然后是两个机制在考这边一个 然后这边一个 他们就是打电话订的 订了7G802 大家下次可以记得哦 打电话来 到了以后就取走你的 不然的话你就要在这等 我觉得还等蛮久的 哦 我刚刚听他讲就是你的价钱 因为你的价钱就是你的号码牌 所以我是97 我的好的97的 97的 对 最后打电话就可以吗 对 你有我们的电话吗 没有 收集打加02 谢谢 谢谢 给了个电话 我简直了 一个玉米可以卖成这种规模 真的 我 respect了我 我跟你们说 光买完玉米走回你的车 大概就得走个两三分钟 哈 我告诉大家 家人们 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 这个就叫什么 芝味香烤玉米 第一次吃 神异般的这种路边摊 神异般存在 天呐 嗯 它这个酱哦 就是抹得很到位 不厚也不薄 就有一些店家 我上次吃士林那边有一家 它就抹非常的厚 然后吃起来很咸 就是它那个味道完全 只吃到到酱 已经吃不到玉米的味道 但这个你看它还会透出来那个玉米粒的 嗯 哇 吃一口 呃 滋味香烤玉米 我怎么觉得他们家名字有点难记呢 吃一口滋味香烤玉米 喝一口 Devin的咖啡 噢 Oh my god 我不要在车上吃好 等下掉到车上了 呸 而且现在我要去 赶往下一个地方 等一下吃 不然那个地方快打烊了 这里 看 这是你们让我去的 BUT 它打烊了 警感慢感没有感受了 你们让我来我来了 可是它关门了 台湾珊瑚贝壳庙 好吧 有机会再来好了 图片就 挡挡上网去看一看 这还挺大的呢 这个地方 好大呀 淡水封了 看这个人 挡挡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说 就是 玉米被我吃完了 然后我都没有拍 忘记拍了 因为我就是 一有红灯我就吃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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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那又有点小 就没几口就吃完了 之前我记得这家 有上过新闻 就是因为他们家的玉米 非常的贵 有粉丝发给我那个截图 就两根好像256吧 哇256已经相当于两个便当了耶 但是我今天去 他有明确讲 现在玉米比较小只 反正这一只是97 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它真的非常好吃 我之前是在士林吃过嘛 然后就很多夜市都吃过 我就是像老师说的 就那个酱都刷得非常厚 可是我真的觉得他们家 就是那个比例 绝了 真的建议 可是我今天是发现好 就是那个滋味上他们家 还蛮远的 我们已经在新市正住了 其实过去算蛮快的 可是如果你是从台北 专程去买这只玉米 就是 呃 有点不用这么专程 但如果你刚好有去北海岸 一定要吃 好啦 达达没吃饱 然后我得要去再吃点东西 今天特别想吃咸水鸡 那这里是淡水金站 对面这条就是我们淡水人 哦太常去在 银砖路 银砖路也是 够 看淡水这个人流量 天哪 我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来银砖路了 我的妈呀 我刚刚在一个法式店 就是 因为现在来银砖路 我没有太想排 因为我就想说我自己吃个晚饭什么的 然后我就逛嘛 因为银砖路就是淡水人 常常晚上没事就来吃吃逛逛 然后我刚刚就买法式 法式 我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小女生会带着这种 可爱的东西 然后那个店家店主 我要结账的时候 他说是340 然后他说 300好了 因为我有在追踪你的频道 我整个 你整个大傻眼 因为我的频道 我是可以看到那个后台 然后那个观众的年纪 大概都是比较 就是 大部分 比例上来讲 比较少年轻人 可是那女生很年轻 然后她说她有追踪我的频道 因为平时在路上就是碰到粉丝 就是心理党党 心理预期 我觉得一看就是我的粉丝的那 我就会很开心嘛 就是有碰到粉丝 可是那个妹妹就是 你是完全没有想到 那个妹妹是我的粉丝 然后结果她认出来我 而且她还说 她有偷偷默默追踪我的频道 哇 不只是开心 就是开心是一定的 大部分是那种 有点激动 我觉得我现在心跳蛮快的 有被那种迷妹认出来的感觉 那如果你现在有在看我的频道 真的是 一个爱心 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打折 开心好开心 谢谢谢谢 原来有这么多 默默追踪我的朋友们 好我来包牙只是 为了收音录一下这一段 阿姨现在一整个星期大爆好 恩好好 知道了 忘了我要来干嘛 来吃潜水鸡 对对对 你好就是这家 他们家好像生意蛮好的 就买他们家好了 这家生意超好耶 这是徐子雅推荐给我的 这个念什么 党党借等 咸水鸡的这个功夫 因为还没排到我 我喜欢菜好久 他们家的人超多 带水在地人吃的 然后借今天的机会 刚好碰到那个年轻的粉丝 党党在这里要感谢一下 追踪我频道的年轻人们 然后他来祝我就是频道越做越好 谢谢比心赞 大家一起要努力 党党刚刚说的就是这家店 看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年轻人 会逛的店吧 为什么党党说在路上 你们碰到我 一定要跟我打招呼 哪怕我今天没有穿的很美 我也觉得很开心 就碰到粉丝好像对我来讲 是一种充电 我在逛那家店的时候 我可能都没什么表情 然后就是就是看东西看东西 要结账的时候 他还说给你就是少事实 然后我就对你的频道 我就整个人瞬间亮起来 眼神也都亮了 所以大家在路上碰到党党 一定要跟我打招呼哦 因为我们以前 其实在做频道之前 之前我们也都 吓死我了 你是在拍我吗 好烦 hello 整理一下你的发型 hello 我在一个惊吓当中 徐自雅也在结尾 好我要跟大家say goodbye啦 每天出来就是这么的好玩有趣 好啦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喜欢党党的人记得也要按赞订阅分享 不要默默支持我 大声的喊出来 好啦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 哇哇哇哇哇 救命啊 也太好吃了 咸水鸡是不是也是台湾特有的吧 台湾独有的对不对 这家地方没有 我买也好好吃 虽然可能也许 maybe每一个大家在地的你们区域都有好吃的咸水鸡 可是这家真的很绝 Hasard 好 好 好 akers 油 油 penci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